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十二人之间有孩子 男孩子与天帝之子结为兄弟 女孩子嫁给天帝的长子 然而 水神虽然娶了风神 但是他心里还是深爱着花神 所以水神和风神并没有感情 更没有孩子 而且两人已经分居多年 不过 水神和花神却有一个女儿 那就是紧密 原来花神有过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第一段就是和天帝在一起 当时天帝被花神的美貌所吸引 对花神展开猛烈追求 花神也被天帝所打动 两人走到了一起 然而 天帝后来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放弃了花神 取了鸟族公主 花神心碎离开了天地 后来花神遇到了水神 两人产生了情愫 可是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 因为受到了天后的算计 最后 花神在生下紧密后就死去了 而水神则娶了风神 水神一开始并不知道紧密是他的女儿 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 水神就会发现紧密是他的女儿 当水神知道紧密是自己的女儿时 他恨不得给紧密一切 可惜最终水神却被碎河所杀了 紧密真的很可怜 母亲再生下他就死了 后来好不容易和父亲相认 父亲也被人给害死了 目前紧密还是很天真可爱的 他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 不知道他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会怎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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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